祷告 当我们继续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面前的时候 天父我们要将荣耀都归给你 因为你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就卷选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是的 为了要达到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你拆遣你独身的爱子来拯救我们这些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罪人 主耶稣受死鞭伤 主耶稣献上他的宝血 为了叫我们信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并且领受你所施下来的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圣灵是圣洁的灵 因此我们相信圣灵现在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 做成圣的工作 叫我们预备心在这个弯曲备妙的时代 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荣耀上帝的名 是否我们以下一起的学习 愿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建立 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就是启示录 我们看第四章 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 我们会等一下会一起来读 那我现在要把这个slide 我们要从开始 这个第一章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大标题 全世界教会使无全力复兴 这是上帝的应许 那上帝的应许里面 那我们有什么要准备的呢 那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来看 那接下来呢 我简单的把这个启示录呢 是一个导航 那上帝很奇妙让我看见启示录是一个导航 所以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那耶稣站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做什么呢 他要洁净教会 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归族 所以这个启示录第一章 根据我自己的解读里面呢 在2019年9月29号就已经应认了 所以接下来是第二第三章准备的应认 我们看到第二第三章就是 主耶稣借助圣灵来洁净七个教会 这些都是家庭教会 七个都是家庭教会 如果你看使徒时代前面三百年的时候 你看教会的历史里面 全部都是家庭教会的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 耶稣要来的时候 教会要走家庭教会的路线 所以现在教会就要好好的准备了 疫情都已经告诉我们 叫我们好好准备 使教会小主化能够在疫情的时候 在战争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炒作 所以圣灵要接近所有的教会 那为了什么呢 教会被洁净就要经历复兴 一个洁净教会 洁净一个圣洁的教会 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 所以这是我们等着花时间看的 接下去就有三轮的 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揭开 第六章这个印的时候 就有三轮的这个审判 三轮的审判之前呢 有这些敬拜赞美 然后有审判 然后有这个收割 我们看到这段期间呢 主耶稣要削弱 撒旦在地上的作为 接下去主耶稣要从天降临 来到地上 以教会 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在教会 这个主耶稣来迎接他的教会 在做什么呢 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 一千年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有这个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审判 那审判那些不信者呢 就要被丢到火湖里面 那撒旦 地基督 假先知 还有这些坚持不信的人 进到火湖里面 那信徒呢 审判之后呢 耶稣一同作王 直到永远进入这个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导航 那我们要看这一个这一系列讲座 我们看第四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 第二第三章 主耶稣要借座圣灵 来接近所有的教会 所以每一间的教会 都每一句话 最后讲的时候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肯定的 这七间教会里面 代表所有的教会 你一些教会就好像 这个启示录第二第三章 所形容的那种情景 所以就好像我们的 这个一面镜子 照怎么样来做捷径的工作 那我们为什么要被捷径呢 因为我们要迎接 当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第五章 看到的时候 我们要迎接 那圣洁荣耀了上帝的时候 圣经讲 人被圣洁就不能见主面了 所以我们说要复兴 要见主面的话 我们的生命要被圣灵来捷径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看的 启示录第四章 那这下来 这几章的这些slide给你看 这个是有红围座宝座 好像绿宝石 这个还有四活物 还有而且是为长老敬拜的一个情景 有四个活物 这个敬拜的情景 这个都是 启示录第三四章 给我们所看到 这些的情景 这些的长老 怎么样夫妇在宝座前 敬拜的这个情景 就是我们会 接下来一系列讲的时候 我们会一节一节去看 那我给大家 大纲呢 从这个第四章里面 你会看到 一共有十二讲 所以我会每一节都讲一堂 最后第十二讲的时候 就总结这个第四章的 所以我们在上一次 我们已经讲了 主耶稣向使徒耶翰 启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 耶翰被带到天上 有一个宝座 他会给我们看 这个宝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会来看的 所以我会先读一下 前面的几节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 会放在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二节 在这里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说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 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 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座座的 好像屁育和红宝石 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 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骑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带坐金光明 有闪电 声音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气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坐 这气灯就是神的气灵 好我们就来看 那我们在上一次就已经讲了 第四章第一节里面 约翰在领受第二第三章的 这个有关七个教会 要被圣灵捷径之后呢 约翰继续观看 那之后我观看 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 吹号的声音 都为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 指示你 我想这个约翰 我们都知道 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在年纪老迈 被抓起来 本来是要把他 这个用油把他炸死掉 但是后来这些逼迫他的人 把他丢到这个巴摩岛上 在那里呢 他就领受了整本启示录 所以约翰本身 其实我们回顾 他跟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425章 耶稣已经给他们一个 概念有关 这个将来 与他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耶稣更详细的讲 把这个马太福音 第2425章里面 他讲那个是比较概括性的 但是这个启示录呢 就比较 就是specific 就是比较更详细的 感到非常兴奋的 有时候你现在看到教会 都非常伤心 教会好像不忍不热 但是你要知道 圣灵大人的工作的时候 也在我们这些读启示录 怎么样去配合 这些启示录讲的这些话呢 我们怎样去遵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期待 这个复兴的来到 所以这是我们会看到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章第二节 当这个主耶稣 就是邀请耶稣上来看的时候 他就立刻被圣灵感动 马上进到一个另一个状态里面 一个灵的状态里面 建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 这里给我们看到 约翰呢 他这里 就是提到他第二次的 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我们从以前讲过的 第一章第十节 当主耶稣以这个 吹号大声在后面讲的时候 约翰转过去的时候 他也同样被圣灵感动 就进到一个状态里面 灵的界里面 看到耶稣站在七个金灵海中间 这里呢 他是第二次经历 他一共有四次 被圣灵感动的这种的经历 在启示录 接下去我们会看的是 以后我不晓得 什么时候 第十七章 以前我又讲过了 第四节 然后在第二十一章 也有提到 好 那这个特别的经历呢 我们看到 约翰就被 这次 他是被带到天上 他关上去 他的神的灵 圣灵就感动他 他把他带到一个 一个天上的灵界的面 那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 会问 我遗憾这样的经历 我们有经历过吗 那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 父侍了这么多年 跟这个 这个类似遗憾的经历呢 我是从来没有过的 直到 最近 就是三个礼拜前 在十月一号 我自己呢 就从 我跟师母 我们 还有我的女儿 我们从 肯达基州 我们把一些 剩下我们 还有在肯达基州的 这些的东西 要搬来纽约 因为我们 上帝护照我们 来纽约 师奉 所以我们就 九月底 回去肯达基州 然后大概 住了一个礼拜 我们就离开 那我们就会在 半路在 Maryland 这个半路的时候 一个叫 Frogburg 那个 一个很小的 套 大概八千的 那个小套 我们就在 住一个晚上 因为我们在 开了七个 六七个小时 我们在那里 只要等多 开六七个小时 才进到 纽约 进到纽约市 那个晚上 就发生一些事情 如果你在 我的Facebook里面 有看到 我写 我是用英文写的 那个晚上 我们 我跟师母 还有女儿 就睡在一个 房间里面 我们房间 有一个很小的 那个夜灯 小小的在 一个墙角落 就在我睡觉 旁 在旁边罢了 一个很暗的 就是你晚上起来 就不会黑黑漆漆 至少有一点 很微弱的光 你可以去厕所 走出去 就在 那个晚上 我不知道凌晨 多少点 我们大概 十二点左右 睡觉 可能两三点 我不晓得 突然我就 被一个大光 就好像 就唤醒过来 我眼睛真大 从我的房间 这样多 那个好像 这个黄色的灯光 这样 它很大的 很亮的 就照亮 整个房间 我就看 怎么这个光 从哪里来 这么大的呢 我就在看 我就看 我的那个墙角 那边就是一个 我微弱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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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夜灯 小小的 我看 我就当时在想 应该是从那个 反照过来 那个反射 照上天花板 然后再照射 整个的房间 这样 我就看看 然后我就用 这种自然界来 解释 我就不管它了 我是那种 被惊醒过来的 我突然醒过来 这么大光的 很近 脑袋是很清醒的 那个不是一个梦来的 我是一个好像 就好像 我心里讲 到底是 是在肉身 还是在灵界里面 但是总是原则 不是梦来的 我就不管了 我就 我要照睡觉 我一睡下去之后 又在这个光 同样就被好像 被他吵醒这样 我又在看 这么光的 我跟着 我在看那个 我睡觉 床旁边 那个夜灯 我就同样这样想 那个光 反射照上天 就是要这样 整个又一样 一模一样的 这个光 我在五点半 我就不管它了 五点半 我应该醒过来 我就在那边 我眼睛没有开 我就在那边通胆 我醒过 我也在那边祷告 默想圣经这样 后来默想祷告 可能又睡着了 在七点左右就醒来 好像有 还记得好像 也没有看到 我都忘记了 不过这个事情呢 在早上九点左右 我跟师母 跟你们讲的时候 在讲这个经历的时候 突然间 那讲的过程里面 主耶稣好像 在灵魂一口 我昨天来 拜访过你们 你不知道吗 我在讲 原来主耶稣 昨天晚上 就是晚上 出现在我们中间 我没有注意到 有点像这个 当时的雅各 桃黎 他的哥哥 在半路的时候 他要去 他的旧族那里 巴兰那里 半路的时候 他看到那种天梯 突然间天梯 他以为 这个天梯 这个意象 后来他发现 原来神 他第二天才知道 他上师的时候 看到他不知道的 就好像我这样 也看不到 所以我突然间一种 约翰这个经历 我就可以感觉 好像能够去明白 他突然间 被圣灵感动 进到一个状态里面 或在肉身 或者在身外 有时候你问我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当时感觉 就是好像 就是现实 现在 好像这样 我跟你讲 那种感觉 就好像现在这样 那一种的情景 那个整个过程里面 约翰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案 因为我正在前往 这个黑暗的纽约 纽约是罪恶之城 很多人 很多人在这里住的 走路都感觉不安全的 常常要看左看右的 因为在纽约 到目前为止 今年有十个人 我们讲说 就无端端被人家打死 那种的 所以被打死的 那些人呢 你看他可能 就有精神有问题的 这些精神有问题的 你都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他在你旁边 哪一个木棍 把你敲死掉 今年在纽约 今年才十月 差不多每一个月 就一个人 被人无辜的 好像 就是无辜的 好像你觉得 没有理由要打死他的 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你看 我每天 出去都搭了地铁 我都要看左看右 注意有没有一个 不正常的人 在我前面出现 那我就要赶快走开一点 因为他不小时 会打一千打过来 或者有刀拿出来 吃你一下 对我来讲 进入这个纽约斯 这个黑暗之城 耶稣的光 好像要我带进 耶稣好像告诉我 你正在把我的光 带到纽约斯 我要 我是世界的光 你就是我的代表 你就是我的光 要进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每一次想到 这个情景的时候 我都很 很兴奋 灵里面那种 也就是一种 一直不断 成为我 在这里 侍奉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动力 所以耶稣有这样的 一种的经历 他一进到 这种灵的状态 里面进去的时候 他一下子提到 天上 因为他 他看到天开了 他那个时候 看着这个情景 是在地上 突然间 他就被带到天上去 天上看到什么呢 这里说 见 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一样看到一个宝座 不是两个 不是三个 这是一个罢了 这是表达 这个上帝 三位里上帝 这个所存在的 只有一个的宝座 那这个肯定不是 一般的这个宝座 不是在地上 你看到国王 坐在一个王位上 好像一个国王 好像英里王 坐在一个王位上 好像现在查尔斯 他是英国国王 他坐在王位上 不是那种地上的王位 这个是天上的王位 所以约翰呢 他现在被提到天上 这个在天上 意思是这些事情 还没有发生 所以耶稣祷告说 叫我们祷告说 你们要怎么样 求见上帝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现在天上 一定要先出现 天上没有出现了 在地上是不会行出来的 所以一定在天上出现之后 然后上帝时间到了的时候 他会带到地上来的 所以约翰呢 就就有这样的恩典 主耶稣 父上帝跟主耶稣 乐意将 这个天上的一幕 这个情景呢 把他 启示给他看 然后呢 要他把这些 在天上已经 就是计划好的事情 要时候到 要带到地上 所以我们现在 看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就看 我们在地上 我们看启示录第四 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就 这个是天上的 这个上帝的计划 准备在地上来成就 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就马上想到呢 就像当年一样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挪亚的时代 曾经有一次 毁掉 除了挪亚一家之外呢 世界都 这个人就被毁 就消灭掉 你看到吗 那一次呢 上帝就用方舟准备 意思就是说 上帝 接下来是第二次 的审判嘛 一个全球的审判 挪亚时代 第一次全球审判 有没有准备 有 挪亚建方舟 就是一个准备了 要人 告诉 这事要发生 你就要听 要相信 你要做好准备 如果 这个挪亚不相信的话 那肯定方舟也没有 然后挪亚一家 也全部灭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所以有准备 这个方舟 上帝就把那个 方舟的图 从天上带到地上 他在上帝的面前 有一个图 蓝图了 然后他就像 在地上的 这个挪亚启示 告诉他 怎么见这个方舟 有多高 多长 多宽 等等里面要包含什么 一个一个给他看 告诉他怎么做 那因为 第一次审判要来 所以同样 第二次的时候 上帝也这样做 所以给他做好准备 所以约翰看到这个宝座 那这个宝座呢 我们在慢慢去解读 这个宝座的时候 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宝座 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我们说 管理整个宇宙的 不是美国的白宫 不是中国的中南海 不是这个普丁的莫斯科 不是英国的 这个唐宁节 这个宝座呢 在天上 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点 那这个宝座呢 我去查考的时候 在整个星月里面 出现大概有 53次 那多数 这个53次里面 应该是 我想52次吧 都跟这个 上帝有关的 只有一个提到宝座的时候 讲到 在一个 这个 别加摩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宝座 撒旦的座位 那个也是宝座 除了那个之外呢 其他的所讲的 就是跟上帝 就是上帝的宝座 那在这个53次的里面呢 一共有38次 是在哪里呢 是在启示录 你可以想象 一个有多少次啊 超过大概 可能有70%以上 大概70%左右 这整个 关于宝座的事情呢 集中在哪里呢 集中在启示录 你再查考 其他星月书信里面 福音书试检 福音书里面 出现大概五六四八了 然后 这几个书检 只有几本 出现一两次 一两次这样吧 加起来大概15次 不多 但是38次 在这个整个的启示录里面 然后你再注意 38次 启示录有22章嘛 对吧 有22章 那你会看到 差不多一半 19 你算的话 38 这个17 大概是一半这样 那一半里面呢 出现在哪里呢 就启示录第四第五章 你有看到吗 他整个集中的火力 但那两章里面就占了 整个启示录的一半 关于宝座 所以你看到吗 你当你慢慢去解读 这些事 你会发现 哦 整个的宝座的 核心的经文 是在启示录第四跟第五章 所以感谢主 我们看到 第四第五章 非常重要 这些是为什么 我要花差不多30坛的经 讲到 一个一个 就慢慢去讲 那我们希望 你听了之后 你可以 我会每一次玩了之后 我会把它 这个放在 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 你去找 你再如果听 你可以再去听 然后你可以转发 给你的教会 母子 弟兄姐妹听 这些 因为我相信 这些的预言 会成就 所以我要慢慢讲 我让这些预言 这个预言不是我领受的 这个预言是谁的 是使徒一汉 两千人先所领受的 我现在只是把它讲解 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 应该应援的时候了 那最后我们再看 这个有关宝座的时候 你看《喜事录》22章的时候 这个宝座呢 就在耶路撒冷的中心里面 耶路撒冷的中心点 就是这个宝座 上帝的宝座 所以感谢主 那我现在就花几分钟 让你带过一下 这个宝座在《喜事录》 出现的这些的经文 让你看一下 让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宝座在整个《喜事录》里面 这个重要性 如果你一看 第一次讲到宝座的时候 是在《喜事录》第一章 第四到第五节 特别是第四节 你会看到这个《喜事录》第一章 四到五节是一个三位体 约翰写这个就是好像一个书信这样 他好像要用三位体的上帝 来祝福那些 特别当时在小亚西亚七个教会里面 他们收信的时候 这好像一个全面的祝福语这样 约翰这里写说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在但愿从那细在近在以后 永掉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接下来又讲到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 从十里守身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愿恩惠平衡都归于你们 你看到吗 你看到讲到永生的神 这特别指父上帝 宝座前的七灵 特别讲圣灵 接下来讲到 为世上君王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了 圣子 那三位一体的上帝 通常用三位一体的上帝 祝福语呢 如果你看 这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的话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或者你再去看 包括彼得 提到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上帝工作的时候 通常他不会加这个宝座的 我这些查看的时候 好像我没有看到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也好在这个 就是彼得书信 其他的耶稣的书信里面 除了启示录之外 你去看 雅各书信 西伯来 大概不会用这个宝座出现的 但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 这个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然后宝座前就指在 神坐在宝座上 他的前面的七灵 就是圣灵的工作 你会看到 这个有很独特的一个 一个写法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宝座 在起诉的是很特别的 然后另外呢 在七个教会里面 其中一个 这个老底价教会 这个圣灵 向中卫讲话的时候 就鼓励他们的时候 特别提到 他们要怎么样 要远离这个 不冷不热的状态 然后说得圣的 是他在我宝座上 以我庭坐 看到没有 主耶稣的应许里面 哇 你看到吗 一个灵性软弱 不冷不热 但愿圣灵 充满感动之下 恢复那种 属灵的那个火热 火气的时候呢 那这个宝座 主耶稣要示给他们 另外我们再看看 就是启示录第四第五章 可以看到第二 二节 三四五 这里一共出现 二四六 六次 这里提到这个宝座 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六节 第九节 第十节 这里我把这个船部 已经把它用这个红色 把它给你看 也六次 你看到没有 然后第五章 你会看到 这个坐在 这个站在宝座的 前面的 这位从十里复活的羔羊 这个我们在讲第五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 整个的这个复兴的时候 三位体上帝的整个 和而为一的工作 那宝座宝座宝座 这边出现了三次 接下去呢 这个十 十一节 也出现一次 然后另外在十 三节也出现一次 所以你会看到 宝座一共出现了十七次 那很清楚的 把这个 第四第五章 神的宝座 就好像 集中在 这个整个的 启示录第四第五章 所以你看到吗 所以每一次我讲的时候呢 我就感受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分析一下 这些的经文 分布在哪里 你会看到它的重点呢 特别在第四第五章 那为什么一定要 世界各地要教会 经历史不全力复兴呢 那这是我想 上帝要去世界教会 去一起准备好 上帝不是要 局部性的就要准备好 因为如果你读 开始读 启示录第六章下去的时候 那一个 启示录第六章的音缘 一人音缘的时候 我相信 你没有一个 复兴的灵命呢 你是不能度过的 你是不能度过的 我跟你讲 你如果你好好地读起 启示录第六章 你会发现 哇 我这种情景 这种情况出现在我眼前 这种情况 要发生的话 那我也没有准备好 有许多基督徒 这一次的疫情 才两三年 我们看到从2020到现在 差不多三年里面 有很多教会 我去的一些教会 他说 疫情之后 教会人数少了三分之一 或者是教会人数少了一半 为什么呢 原来 有一些教会三分之一的是那种 表面看来是基督徒 经过一些的打击的时候 他大概也不要再来 或者一半 我想这个疫情是很好 捷径教会的工作 真正告诉我们 谁才是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 那这个疫情呢 我告诉你 我常说 这个只是热身赛 疫情呢 这个小儿科罢了的 比疫情 这个更严重的好几倍呢 还要面对 我们要面对的 所以你看到吗 那接下去 我们再看 有关刚才给你看 第四第五章的 这个的 宝座 这种情景的时候 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呢 复兴 我们谈到 十五前的复兴 一定是从宝座空开始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其他的事情之前呢 约翰带到天上帝 第一个看到就是宝座 这个整个宝座的中心 所以任何的复兴肯定是从宝座 从上帝开始 是上帝主动的 是上帝的作为的 然后复兴呢 是我们人怎么样去 看到上帝 给我们的复兴的条件 我们去配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对号入座 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 特别讲到这个长老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你 长老就代表教会嘛 这些都是 这个重生得救的领袖 他们这什么样的生命 使到这个复兴会成功 所以我们就要朝向 那个方向去走 要配合上帝给我们的条件 就好像上帝在聚会的时候 在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说 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你看到吗 这些都是条件 我必从天上随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车耳听 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所以接下来 他应许的复兴里面 上面前面有条件的 告诉我们要做好什么准备 同样的在启示录 第四章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死无全力的大复兴呢 我们会看包括 父上帝所扮演的角色 包括主耶稣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包括圣灵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包括天使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包括教会的领袖还有这个大复兴的结果又是什么 所以这些我们都会一个一个来很详细的讲 所以这个你要 这个我们讲这个联系记你要追踪的话 你就是要一个一个把它听下去 如果你有时候发现 在美国是星期五晚上八点 在马来西亚在亚洲 你是早上八点 如果你那一天不能来不用紧 有时候特发的事情不能现场听 你可以追踪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我会把它post上去 或者你要求我会把它转发给你 让你有一个很清楚很详细的去看 所以很肯定的 这个复兴呢 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 一元的复兴呢 一定会发生的 这是上帝的应许来的 那我们就看 我现在给你一点点的一个例子 因为等一下去我们会再 可能多几堂会 会更详细讲 有关闪电雷轰 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在西乃山这一幕呢 这是一个我们说是 上帝降下来的一个情景 上帝从哪里降下来 从天上 上帝曾经在西乃山上灵格 父上帝曾经灵格到这个西乃山上 意思上帝出现过在西乃山上 一个很具体的出现过 那个出现过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那我给你的经文 今天晚上时间的缘故 我就不一节节读 你可以从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这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 上帝曾经灵格在这个西乃山上 跟当时的以色列一个国 一个民族 这个是一个国家来的 这个以色列民族 当时大概有两三百万的人 所以一个国家 上帝要用这个灵格在这个西乃山上 真的上帝的出现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的 人会怕的 那个整个的情景是很可怕的 那我会读后面这几节 这是我简单讲 就是上帝吩咐摩西 要以色列人 洁净自己三天 在西乃山等候 耶稣要这个父上帝要从天上灵格到 这个西乃山上跟他们会面 那这个就是复兴来的 那一个出现的时候 你会看到是一个情景 所以我就不一节一节读 我就给你看 那我会给你看 最后这一段的时候 从十四节开始 你会看到 十四节就是上帝怎么样呢 摩西就开始告诉以色列人说 叫他们捷径 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自捷 就捷径自己 就是怎么样之前呢 就是他们就洗衣服 就是他们洗的衣服呢 他们要穿的是洁白的衣服 我们洗了衣服要干嘛 就是说你洗衣服你要弄干 你要怎么呢 为什么要洗衣服 因为衣服代表你外在的这个衣 这个衣座的装饰 表达你内里面的那种的 这个圣洁嘛 然后他对百姓说 到了第三天准备好了 摩西在不可亲近女人 到了第三天 看啊 第三天早晨 什么事情出现 在山上有雷轰 闪电跟密云 就出现在西乃山上了 这个闪电雷轰 密云 你会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是一个怎么样 这里叫并且脚身胜大 他的声音 到了一个营中的百姓 当时的百姓是在西乃山下 砸营 营中的百姓 他们不是在山上 他们在山下 营中的百姓 心都发电了 发电就是里面 就是好像那种 trembling 就是 怕 这个真的是 physically 他们发生什么事 有点震惊 害怕那种 然后摩西率领 百姓出营迎接 他们出来的时候 是这种怎么样 发电那种的情景 都站在山下 他们已经发电了 在营里面就感受到了 现在要出来 他们就眼目 他们看到 西乃全山冒冤 因为耶和华的火 火中降于山上 然后在这个 当然在西乃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 如烧咬一般 所以你会感受到 那个山就好像 你知道什么 是烧咬吗 就是 这个不是异象 这个是 这个他们看见 他们感受到 那个热度 然后 变山大大震动 所以这个情景 是一个很真实的 看得见的东西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当时的 百姓的整个的表现 他们感受到 神的同在的 那个威严 从我一个角度 好像可怕 这样 然后脚身渐渐高 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 答应他说 就在西乃山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 看到吗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 耶和华在真的 灵格在山顶上 不是在天上 你知道吗 在地上 父神灵格在西乃山上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是 第一次以色列人 出埃及之后 在西乃山 这个我们讲 他们的全国性的 一个复兴 上面给他 那个复兴 你看在这里 第五节 我们会在多三堂 我们要讲到 第五堂的时候 会讲这个 有闪电 有声音 雷雄 这个跟前面 这个很相似 有雷雄 闪电 密云 这里有什么 有闪电 有声音雷雄 从宝座中发出 所以在这里 旧约的时候 那个在宝座上的 父上帝有闪电 有雷雄 有包括密云 他好像这个灵格 在西乃山 所以这里 启示录第四章 第五节的一元 就给我们看 哇 有闪电 没有从宝座中发出 所以这一幕 把它带到地上来的时候 所以你会感受到 这一次上帝在地上 要跟全世界 他的教会 在五个大洲里面 美洲 亚洲 非洲 欧洲等地 东东等地 不同教会 上帝要零格 所以你会看到 甚至在美国 在美国 然后一些 我跟比尔 有多花时间 去听他们讲到的 他们都也这样讲过 这一次 美国的复兴呢 不是一个州 那边复兴 然后大家就看 没有 同时会在美国 不同的州 会发生这个复兴的 他们都这样相信 我想他们从 上帝给他的梦也好 给他们的预言也好 意象也好 他们有领受 我就没有这样的领受 我这领受的是 启示录 第四章 所以你会看到 你看到吗 这里第四章 第五章 有这个闪电 有声音 有雷空 这很跟这个 西乃三世 一模一样的情景来的 这个还没有发生 这个 这个一样看到 哇 这一个情景要出现 所以这个情景出现 上帝要灵格 接着圣灵要灵格 在地上的教会 所以在地上教会 有那一种 英文讲的 你会感受到 那一个像以色列人 在西乃三那种 正发 颠那种 身体会感受到 当你在这个神的 同在的里面的时候 那一种 fear of the Lord 会出现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第五堂的时候 会更详细讲 然后在这里 扮演的角色 包括什么呢 你看到吗 圣灵啊 圣灵在宝座前 点着是什么意思 怎么有七个 不讲圣灵就好 上帝的圣灵就好 上帝的灵就好 我们讲七灯 七灯 七斩火 灯 为什么要又形容七 而不是两斩 三斩 是七斩 就是全面的 哦 的七 所有的意思 就说那个在宝座 点那个灯呢 就代表所有的教会 这个你要预备 这个你没有预备 你就是试过了 这个机会 上帝要给教会的 上帝会成 会成就这个事情的 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的 感谢主 所以约翰呢 他被圣灵感动 立刻被圣灵感动 看到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然后在这里 他说 有一个坐在宝座上 一个坐在宝座上 一位 那一位是谁呢 我们下一堂 第三堂会 更详细的讲 这不是一个空的宝座 是一个 有主宰 父上帝做的宝座 如果没有宝座 没有坐在宝 这个是一个空的宝座的话 整个宇宙就大乱 那有关这个宝座呢 那我们都知道 从启示录第四第五章里面 所形容的 这个宝座呢 就是我们的父上帝 那以赛亚在机会里面 也有经历 那个坐宝座的 那通常那个坐宝座的 在机会里面呢 那个我们都知道 所指的是主耶稣 当时是坐在宝座上 当然父也在宝座上的 但是那里要强调的是耶稣 那我们会看到耶稣 站在宝座前 接受这个敬拜 所以有关这个 启示录 这个以赛亚第六章的 那我想你可以回去看 更多的了解 那我今天就不花太多时间 那你会看到 有很多相同之处 这个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这个 这个以赛看到 坐在高高表达 他的这个主权 那在这个宝座的周围里面 也有 这个 天使在那里 太师奉 然后这个天使的师奉里面 他们讲 这个也是圣灾 圣灾 圣灾 万金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跟这个四伙物在那里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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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他们对 这周围的天使 对坐宝座的第一个 出来的声音 就是圣灾 圣灾 圣灾 所以圣灾 是多么的重要 这个是 你会看到 有很多相同之处 那有关 刚才我有提到 在美国 因为我人 现在人在美国 过去这三年来 就是花很多时间 为这个美国的复兴祷告 我去了解复兴 那在美国的教会里面 有一些团体 一直相信 他们讲的叫做 Great Awakening 他们认为 就是一个 一个很全面性的 一个大复兴 这个2015年 那我们 我是从 你可以看到的 美国 他们相信 就是 有一些团体里面 相信 会有一个很大 叫Great Awakening 在美国内 你读美国历史的时候 美国过去 这三几百年来 都很多地方 都有这个复兴 这种现象 很多地方都有的 那其中两个呢 我今天时间年过 就不花太长 我给你看 其中一个呢 叫做 Dark Sheep Moose 以后我可能会慢慢多讲一些 不过现在先给你介绍 这其中一个 他在这过二十年前 领受 上帝给他的很强烈的感动 带领美国各地 经历这个复兴 这个Dark Sheep Moose 除了他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女的 叫Jennifer Leclerc 她也从神领受 她也相信 上帝要在美国各地 不是一个地方 在过去美国 有些地方 有复兴 但是这一次 他们认为是一个全国性的 所以这个 Jennifer Leclerc 也是有提到 这个我想 这个我就不读出来了 给你看 还有其他的 另外一个 这个我常跟从他的 这个牧师叫Louis Anger 他在三十年前 上帝要呼召他 要带动美国复兴的时候 是常常借做禁食祷告 他常常会带领 一个四十二天的禁食祷告 二十一天禁食祷告 一年呢 你大概听到好几次 他带动这个禁食祷告 他花很多时间去祷告的 这个牧师也蛮年纪蛮大的 所以感谢主 那总结来说 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 全世界教会 死无权利的复兴的准备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先 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 这个死无权利的复兴 是神的主权 同时我们也知道 也是神的心意 不是人想要 所著成的 是我们的上帝 全人的上帝 他想要做的事 是他的心意 是他要教会复兴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去配合 不是我们要 上帝好像不要复兴 我们就要复兴 上帝要求你给我们复兴 不是 上帝本身的心意 就是要教会复兴 这是他的旨意来的 这样的话 上帝要做的话 谁可以拦走呢 肯定会发生的 问题是你跟我 有没有踏上 这个复兴的列程 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 是神要的复兴 那我们就要配合了 那谁不要复兴呢 在教会里面做久的人 都知道教会很难做 好像怎么鼓励 怎么讲到 做了很多 我们讲到属灵的事情 好像会有时候 好像无动于中这样 好像拉努上书那种感觉 做牧师的时候 做得很艰难 但是我们感谢主 主的应许要教会复兴 教会要根据主的 这个大蓝图 复兴的大蓝图 我们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好 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好 那我们就 做一个借书的祷告 然后如果你有两个问题 想要问的 欢迎你问 好 我们这个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依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依靠圣灵无限的能力 为了你这些荣耀 我的教会得到你的复兴 我们这时刻 愿圣灵大大浇灌 充满我们 预备我们的心 磕目圣洁生活 因为我们所经历 所看见的上帝 是全然圣洁的上帝 我们也看见 刚才我们的教导里面 看到复兴 史无前例的复兴 是复上帝 你的心意 是你要做的事情 我们在地上的教会 我们要去配合 怎么样 进而看到 你的复兴 义员的成全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